每日一题每日一字 我们想听一下田老师您对此书法有无定法这样的一个结论 间谍吧 以前我们曾经设计过这个话题 没有深入的谈 那么今天我们就这个时间和大家再交流一下意见 这个书法有没有定法这个问题 就像你说的一样 现在书法界争论的很厉害 有一派就认为书法无定法 书法应该是有法 他也承认有法 但是无定法 就是具体说出哪个必须得如何如何 他是这样做就不是不好 确实有的一批书法家呢 就是另一派的意见认为书法有定法 就说的很具体 这两者的意见呢 争论的非常机灵 常常是面红耳赤 但是呢 终究没有个结论 但是你今天让我谈一个看法 想从我这得出一个结论来 当然也不可能 也是一家之鉴 谈谈自己看法 我觉得就是这二者意见 倒不是我遮中啊 霍西尼 就说应该啊 都有一个度的问题 因为这二者说法都有道理 就说书法啊 说他无定法 也是对的 说他有定法 也是对的 就是具体在哪一个问题上 我们认真的对待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能说清他有无定法 是有还是没有 比如说 说无定法的一方面 经常谈到 比如说只比无定法 这是苏东坡讲 只比 你说这个只比怎么 叫正确 只多高 叫对 这个低到什么程度 紧到什么程度 松到什么程度 宽到什么程度 这个没有一个特别具体的说法 尽管这在过去魏夫人 王羲之后来 康有维他们都提出一些个看法 但是仍然是一家之鉴 比如说凯书 寸许 那么兴书呢 二寸左右 草书三寸左右 但是大家是不是都这么执行呢 而且不执行的这些人 是不是写的就不好呢 所以这些问题 都有待遇一点点的去讨论商卷 因此说呢 支笔无定法 在支笔方面 虽然大体上是统一的 就是我们现在 液压勾格里 无字支笔法 这基本是统一的 但是 也有单钩 双钩 像日本现在支笔还是这样的 它就不是无字支笔法 就这样支笔 有人写的也很好 所以对这块来讲 应该说 某种意义说 这个书法无定法 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 我们又必须站在一个 这个书法的角度上来谈 既然谈到书法 它必然有法则可依 比如讲到的这个 永字八法 这大家是应该说的很具体 就应该遵守 如果你不遵守永字八法 那么你就很难谈到书法 比如说讲到欧阳勋的三十六法 讲到黄子元的九十二法 李纯的八十四法 这些说的都非常具体 包括这个点化到结构 都说的相当相当的具体 如果没有这些个 那么一代代的那个心火相传 那么怎么有书法的二字可言 一定是有法的问题 就这些问题来讲 就是我们大家应该 看问题的时候 不要死钻牛鸡脚 应该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两个侧面 有些问题是具体的 有些问题就是抽象的 不能站在某一个角度 来片面的看待问题 我是这样认为 听您的一遍说 感觉这个好像还是挺简单的一个道理 为什么会引起这个书法家这么强烈的争议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又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呢 是水平问题 第二个原因呢 是心理问题 这个水平问题啊 也经常是争论的很激烈 我们呢 也不是说 站在某一个这个高度上来谈问题 以上是下的去批评人 没有这资格啊 也不应该这样做 但是呢我们仍然说 有些的青年朋友们 水平啊 是在初学阶段 但是却非常的执硬 非常的固执 或者是好逆偏故 孙国廷讲过这句话 说的很有道理 就是好逆偏故 就是他呀 非常的呢 这种片面的看问题 这就说是水平问题 他开始说 他看不到这个问题的全面性 比如说 他初学分布 这也是孙国廷的话 初学分布 就刚刚学点一件的凯书 懂一点永自八法 什么什么那个 三十六法 八十四法 刚刚懂一点这些东西 就认为 哎呀 书法的法则太严格了 当有人说书法误定法 他于是就拍案大怒 或者是暴跳如雷 跟人去激烈争论 实际上这个时候 还是一种浮浅的看问题 尽管说的 有时候是对的 仍然是感觉他很幼稚 这是年龄问题 特别是我们所说的 学书法的这个年龄问题 在这方面 我们见到不少 就是他确实是非常的固执 实际上就是水平问题 还有的那个 因为他受了某些人的影响 他所以就认为书法误定法 于是这个水平低人在吵起来 说更是无法劝解 吵得很厉害 再说到这点 我就想到 有原子财的一个小故事 也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原子财就是原梅 清代的一个大文学家 原梅 自子财 他这个人 文学方面 书画方面 鉴定方面 各个方面都是个大财 这是我非常这个 这个尊崇的一位 这个书画界 特别在理论方面 有真知灼见的一个人 原子财少年时就非常聪明 大概他十一二岁的时候 那就表现了超凡的一种 这个气质和才能 但是毕竟他年龄那时候很小 特别是对于这个佛教 他了解的很少 但他那时候呢 就认识一个老僧人 我说是个老和尚 这个老和尚呢 就很喜欢原梅 看他非常的 这个这个孩子很有天赋 天赋很高 于是就跟他说 说这个原梅啊 你跟我出家当和尚吧 这个原梅就说 我跟你当和尚 当和尚是干什么呢 他说当和尚 就是我们呢 这个借淫欲 不杀生 普度众生 就是向他宣传这个佛教的这个 这个博大精神的这些个道理 原梅很小 他听不懂 但是他又非常的聪明 所以他跟老僧人有一段的非常的这个严谨的对话 嗯 流传的后世 大家都觉得原梅很可爱 又觉得他确实实是很很小很天真 他听不懂老僧人讲的道理 这段对话是什么意思呢 老僧人说 你跟我出家当僧人吧 当和尚 原梅说 当了和尚干什么 老僧人说 借淫欲 不杀生 普度众生 原梅就继续问 说这个普度众生是什么 就是我们对天下的众生 都进行这个拯救 或者是施以恩惠 施以这个这个法德 是这样的 说这个借淫欲是什么 老僧人说 就是我们不结婚 我们不娶妻生子 我们这个这个深入空门 去好好修心养性 然后也没有继续问 说这个不杀生呢 就说我们绝对不杀害生灵 老僧人说的很有道理 原梅反问这老僧人 原梅说 既然我们是普度众生 又不杀生 可是我们呢 当了僧人之后呢 又不娶妻生子 大家都当了僧人之后 谁也不娶妻 谁也不生子 世界上就没有人了 那怎么还叫不杀生呢 我们普度众生 去普度谁呀 弄得老僧人也是张口皆舌 也说不清这个道理 所以你跟他解释太多了 没有用 他那么讲小孩子 他听不懂 你跟他不解释太多 他就把你问的张口皆舌 所以我们有时候 跟一些这个初学的朋友们 在一起讨论书法的时候 也有这个问题 你跟他讨论这个问题 他听不进去 你跟他讲什么问题 他就是一亿的认为 你自己所掌握那点东西 就是真理 你在书法上 是个门外汉 因为这么简单的去自立 你还不懂 你还在那高谈货论书法 谈什么无定法等等 那纯粹就是欲干弥章 掩人耳目 结果是呢 自欺欺人 言而盗雷 朋友们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个太字 这个太就是态度的态 我们先把这个字呢 用繁体字写下来 来大家看一看 这是基本字形 要变得到 请便订是 这句话 不开 姐姐 你 这样一个太子 在古碑帖当中呢 这个能字 也就是这个太子上边这个能 能为的能 能力的能 一般都是这样写 我们把它单演示一下 以前讲过这个字 今天再复习一下 这个右旁呢 是这样一个写法 是这样 我们的这个规范字呢 右旁是这样 是 其实这样写呢 也无所谓 但是由于呢 大家经常见到的是悲帖的这种写法 所以我们重点把这个技巧呢 介绍给大家 这个太子是网友们提出来的 有这个要求 就说这个态度的太子呢 写不好 但是我们呢 在自立准备当中 没有准备这个字 因为这个字呢 我们讲过能字 讲过心字 就不单单在讲这个太子 只要这二者能组合起来 就能够把这个字写好 但是为什么要今天 还要满足这位网友的要求 把这个太子 这位网友呢 还提到一个 另外一个富字 就是天富 那个富 这个 这边一个宝贝的背 那边一个练武的武字 我们呢 关于那个富字呢 就不单单在介绍 因为以前介绍过一种冰字 冰就是也是网友提出来的 这种文武 这种冰 文武这种冰 所以这个富字呢 跟他这个字型啊 非常接近 也就不再单单介绍 但是呢 我们会把这当中的知识问题 为这位网友做 尽可能准确的解答 我们现在继续说这个太子 那么在能字和心字和谐的时候 能字尽量的写短一点 尤其是这个右方 尽量靠上一点写 为什么呢 否则他就和这个 下边这个心字啊 发生冲突 看这样写的话就没有问题 所以这两个点呢 就腾出来了地步 如果能的右方 太靠下就和这两个点发生冲突 这种字啊 说来也不好写 不好写的原因就是说呢 笔画太多 而且呢 很多的这个 必须过硬的笔画 比如说第一笔 像这个地方 写的要宽敞 要大一点 下面这个月子呢 注意看 这一笔 又必须得写好 就是这一束笔 然后里边 这两个小点 点的要到位 注意看呢 这笔的几个笔画 几个笔画都是非常的难于完成 这个心字呢 左边这一点不要探到外边去 表面看好像这个心字拖住了这个 上面这个能字 实际上以右方为准 左方并没有探处多远 所以右方尽量往外闪出来 从前来说 这个心字啊 是要宽于这个能字 但是呢 幅度不大 所以我们大家看呢 这个太字呢 只要把能字和心字写好了 注意点上下搭配的关系 不要写太长太高 应该说这个字不难写 我们来看看这个字的心书写法 就是这样写 再写慢一点 大家看一看 这个心笔的这个路线 还是把它分开来向大家介绍 先写一个能字 后写一个心字 大家看看 这当中有什么区别 这是这个能字的心书的一个 比较规范的写法 再看一下 至于笔画写粗点 写细一点 这都是根据自己当时的情绪 或者是章法布局的要求 随意的调整 再写粗一点也没有关系 再写细一点也没有关系 这个心字呢 单写的时候 它是比较高的 单写 这是这么一个 大约是这么个提醒 和写的时候 它就窄 它就扁起来了 所以当和写到一起的时候呢 你看到的重心呢 主要是向右边倾斜 靠这边倾斜 和这个楷书啊 一个意思 而且呢 比楷书呢 更加夸张一点 尽量的呢 往右边倾斜 所有的心字 底下 写到下方的心字 都要向右方倾斜 以这样的字力 更明显一点 看 更明显 比如思想的想 更明显 所以这个方法 基本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一看 这个太子的 星书写法 这是相对规范的 这种写法 下面就来解答 这位网友提出的问题 就是关于这个太子 和熊 这两个字 在草书当中 星体混淆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先来写出来 这个 网友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 看一看这个太子的 草书写法 看看熊字的草书写法 那么大家会看到 果然这网友提出 是个问题 因为这两个字 写法是一样的 因为上边这是个能字 这样写 这是能 心字呢 在草书当中通常都是写一横 那么 这个太子这么写 是肯定是对的 那么熊字呢 上面也是个能 四点呢 也经常被这一横来代替 所以这么写也是对的 于是这两个字 在草书当中就重复 就雷同 那么这怎么办 告诉大家呢 这有两个 两个方面的 两个方面的问题 需要向大家呢 来强调一下 第一啊 就是说在写草书的时候啊 我总是说有个十文段字 十文 这个十文段字就是说 特别在新草书阶段的时候 对于上下文沟通起来 读一读 来判断这个字念什么 一个是啊 有些草书确实有重复的一种写法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写行草书的时候 因为比较随意 有时候呢 这个字呢 就看不太清楚 或者判断不准确 于是呢 我们就提到了一个 在阅读这个行草书文字的时候 还得需要加一个判断和估计 上下文把它联系起来 那么经过你的判断和去理解 能知道它是个什么字 比如说 咱们就拿最简单的说 如果说 这样写完了 下边是这个字 那当然 这是态度的态度的态字 因为下面有个肚子 总不能念雄肚 是不是 所以当你理解了这个文字的时候 那么这个字就不会念错 如果上边写一个 这个 那么雄像 那肯定这是个雄字 这不会是个太子 所以有一个判断过程 这是一方面 再有呢 就是说 心字和四点的区别 总是有的 虽然是 我们介绍的上面 这个雄字和太子 两种写法大体相同 但是呢 如果这两个字 出在一篇作品当中 你尽量的区别一下 就是把这个太子 把这个太子下边 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一下 那么这就是一个 心字的写法下边 所以稍加一点区别 就和这个雄字呢 就表现出来一个 这个这个不同 这样的话 就不会在 任督的时候 再发生困难 除此之外啊 我们在这个 古卑贴当中 见到的很多的一些草书的写法 有些字 确确实实有 重叠的地方 比如说 还有一个 货字 就是这个货字 那这个货字 是哪个货字呢 可以理解为 是这个货字 货者的货 也可以理解为呢 是这个货字 疑货的货 下面再加个新字 可是这个字呢 在草书字贴当中 也经常混淆 因为 因为这样写完之后啊 在写完再加一横 显这个字啊 好像不顺手 但有这样写的 有 觉得不顺手 所以一般的古卑贴当中呢 就以这笔过来之后呢 用这一横直接 就带起了 一货的货字 下面这个新字 我们来写下草书这个字的写法 这两个字啊 注意看呢 这上面呢 这是个 这个货 这是个货字 下面是个位字 看来草书呢 心体非常的接近 因为在草书当中 这个贝字啊 就是这个贝字 经常的会被这种 在草书当中 会被这种写法来代替 就是这就是贝字旁 或者是也还有这样写 草书当中这个贝字啊 还有其他的写法 比如说就说这个天父的父 他可能还这样写 就是拐过来之后呢 像个单耳旁一样 这也是天父的父 但这样写的话 大家容易看得出来 那么对这个字呢 我们多啰嗦两句 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首先知道右边这个五字啊 这就是武术的这个五字 草书写法 在草书摆运歌里边呢 对这一个五字的总结是 叫欲出头为五 欲出了头了 就是草书的五字 那么他跟这个 我们说的这个位字 位老的位 这在草书上究竟区别在哪呢 仔细看都看得出来 大家注意啊 草书的这个位字啊 注意右边是寸子 这个寸子下边再加一横呢 代表那个心字 所以这是安慰的位 位老的位 写快以后呢 是这种情况的 右边可以加个点 加这点是什么原因呢 为什么位字右边没有点 加个点干嘛 发现在草书当中 过去名家们大部分都加个点 过去啊 这个字 请注意 欧阳荀也这样写 这边还有个点 所以在古碑帖当中啊 右边经常还加一个点 大家看欧阳荀那个 黄埔旦军碑里边 那个位字 右边还有一点 其他的古碑帖当中也有这个点 所以在草书当中写说呢 就把这个标志也拿出来 但是呢 我们说严格的讲 这个负字啊 这边是这样拐过来的 注意看 是这样 位字呢 应该是这样 严格一点说啊 应该是这样 这个地方他不 他不转过来 因为他这个里边这是个寸字 所以他从这转过来 而五字呢 是从这转过来 但是写快了以后就不明显 因此呢 告诉朋友们在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再写一下 负字的写法 位字的写法 应该是这样 有一点区别 那么这点区别就差之分毫 没有之千里 可是在我们的前辈书家们 在写这种字的时候 有时候又一块过于迅速 所以有时候是小节不注意 也就 呼伦吞早就过去了 所以这样写是 是个位还是个负 有时候不好说 还是增加十分段字 能对这个字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认识 再有一个呢 前辈书家在写这个位子的时候呢 往往这个地方很倾斜 注意 他这笔很倾斜 他不是直着下来的 因此他有意识的加一点区别 请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了 我不知道这样解答 这位提出问题的网友 你会不会满意 限于时间和我个人的能力 只能答复到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